建议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成为合法职业 好家伙 这建议呢 我其实还挺知识 先说一下这位代表的观点 一特殊室友 比如照顾失能的父母配偶 一特殊的时期 比如三岁以下普鲁幼龙教育期 你辞职回家了 现在家庭全职的服务的成员 可以享受功能累积 及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 而作为被服务对象的家庭成员呢 如果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还可以提取一部分 视为对方的服务费用 也就是说我回归家庭了 你我老婆应该按时给我支付生活费 这个是我应得的法定的 不是我死期白脸为你要的 我可不是吃卵饭的 咱俩是平等的 在这个就举个例子 现实中呢 其实女性当家庭处付的更多 这个其实让女性在家庭地位中更加平等 当然我们男性也一样 不是谁赚的钱多 谁就说了算 你赚的钱的一部分 也我赚的 同时呢还让他们呢 获得一些工作成就感 我瞧啊 我觉得挺好啊 就业率可以实现百分之百了 但你这个如果说两个全都全职 那就不太行了 还有人说 你这个是不是得设置一个试用期啊 光提收入了 你这干的也不行啊 能辞退吗 这当然啊 这个在法律上意义其实不大 不管你们谁赚的钱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你俩一人一半 主要是国家得掏钱 给你交社保啊 关于这样的建议你们支持吗